确定的病例 本土的病例有28位 本土病例再创三级警戒新低 群聚案件又多与双北市场有关 7月12号解不解封 标准是否从全国一致改为分区进行 指挥官重申实施方向 到目前还没有决定说要解封这个 那相关的一些作为该怎么做 那目前确实是在研究中 但整体的方向会是以全国一致 解封前还要把疫苗覆盖率提升 才能免于疫情回马墙 保持安全距离 然而接种现场人潮涌入 我打了大概三四家 我只有一家有些海盗 医院很难预约 有没有办法让打疫苗流程更方便 提高接种率 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规划的统一疫苗预约系统即将上路 可能参考口罩实名制 利用健保快应通APP 或电脑网页多管道进行 详细流程将在六号上午公布 另外有消息指出 这周会有疫苗抵台 指挥官回应确实进了 就盼更多到货数量 更好的预约流程双双助攻 战胜疫情 大野新闻 杨云瓷张略嘉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